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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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即场教路知有问必答环节 家庭观众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欢迎随时打电话来帮我们 电话是2804-6566又或是传电邮帮我们 坐在我身边的嘉宾 是要财政券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阮智Herry Herry 你好 Herry 这一节先解答家庭观众的电邮问题 又是家庭观众 麦尼森想问一下 就是857中石油 他说现在有6000股在18.32元 暂时中石油股价表现在9.13元 18.32元是非常高价买入 他说应该如何做好呢 应该交货好还是正代价向好呢 如果看中石油的表现 自从变身天然气价格的基站规例上调之后 其实我们看到中石油的表现也做好些 但距离这位嘉宾观众的买入价也相当远 我会觉得现阶段就不要交货 因为我觉得本身的业绩表现 还有少少不明朗因素 现在预测 如果提升天然气的门站价格上调的话 其实应该会对中石油的亏损的情况 有大幅改善的意味在上调 但大幅改善的时间 究竟会否是未来那份半年业绩可以看到呢 这反而是一个疑问 近期我们见到股价表现 也是徘徊在9.13元至9.13元的位置 反复上落 我建议不妨等业绩表现之后 才进行交货 大体上来说 如果纯粹从技术或投资策略上来说 由于本身买入的价格都非常高 我都会觉得不妨可以等多一阵 现阶段其实中石油自从天然气价格 市场化的改革回到的时候 整体的盈利程度是会有一个改善的前景 我都会觉得不妨可以等多一阵 但回到18元的位置 其实都是比较难些 我会觉得 而在现阶段来说 在这么低的位置来说 我又不建议你止蚀 我都会建议你不妨可以看整个屋的价格 上回大概11元的位置 才部署可能慢慢放出 或者是换码可能会比较稳定 好 谢谢 另外我们先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有位家庭观众在电话旁边 是赵小姐 赵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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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一下2006元 是 你现在入压的位置 因为我不想赢 好 我回答一下你的中海集运 航运股1.97元 现价来说没有升跌 暂时怎么做好呢 你又买不买得过呢 航运股来说 我觉得2006元 你不妨步步一些低位 炒波幅可能会好些 现阶段来说 航运股我都会预料整个整体的 价格的趋势 又或者是整个行业复苏的程度 会在今年较后期出现 尤其是本身欧洲的情况 真的做得开始好些 但对于中海集运来说 本身的股价走势来说 你最近看技术因素 都在两个一的位置 至到一个七的位置 作为一个反复上落 现阶段来说 如果你炒波幅来说 我觉得价格上会较为高些 我都会觉得不妨 如果我给价格 你都可以先以一个八毫半 作为一个买入价 炒上落的时候 波幅或者直博率会比较高些 如果你说要上回 以往两个五毫五这些位置 就真的看回行业复苏 或者一些很明显的业细支持 会带动才会见到 赵小姐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我听不明白 我现在提高些 要较至少 Herry 刚才提到 炒波幅 后低吸纳 赵小姐想知道多些 关于航运股的基本因素 情况 其实现在这个季节 能不能逃买航运股 又觉得环球经济之下 航运股会不会有个上升的势头 行運股來說,看基本因素,第一件事是BDI,乾散貨指數 另一方面,如果看行業的前景,我會預料出入口的相關行業 究竟何時會復甦?為何較後期會做得更好? 現階段,如果看沖海集運來說,都會看出口數字 我會預料本來的聖誕訂單出來時,對中海集運是利好的消息 但現階段,我會建議從技術因素,我會覺得股價走勢上是炒波幅 最近BDI指數方面,沒有特別的驚喜消息,我不相信中海集運會有大幅飆升的意味 多謝這位家庭觀眾趙小姐的電話 另外,繼續和大家看市場消息 上一節和Jason開始提到關於內地審計署的消息 現在中央方面開始審計地方債務 上一節提到一些基建會叫停,影響到基建鐵路股和水泥股 中央如果要將債務理性化,內銀一定是首當其衝 因為他可能要將相關債務進來一個撇障的行動 對他來說,都會有影響 不如和大家看看現時內銀股的最新表現 建行方面跌5仙,公行跌7仙,中行跌5仙,農行方面跌3仙 交行跌9仙,招行跌24仙,信行跌8仙,民行跌3仙,重慶農商跌6仙 今天來講,全線下創內銀股 會否之後要理性化,要撇障的話,影響都很大 如果你說真的看回今次突然刷出一個審計的消息 出來的時候,導致今天A股都有一個明顯的跌勢 我們見到中資相關類別的股份 例如基建,內房,內險,甚至內銀方面都有一個跌勢 從今次的審計消息,在基建的角度來說 我就會覺得影響會比較大一點 尤其是與債務相關,或者現在中央關注的焦點方面 是比較有關係的 但對於內銀來說,其實這個消息會否對於他們的盈利水平 或是大幅撇障,會否影響到他們自己的不良貸款 或者債務方面的問題,我自己未必這麼看 對於審計今次主要關注點 就是中央都可能真的要去理順 當中的不同地方的債務 或是債蓋債這個問題,會否嚴重性究竟有多少 因為事實上,如果對比起本身官方的數字 或是跟外面不同的平合機構 目的投資那方面 亦都說到如果計算地方債 本身佔中國GDP的比例可能高達40% 這些水平 可能在官方的角度來說 我都會覺得未必可以掌握到完全地方債 究竟規模有多少 我都會覺得對於內銀來說 暫時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 是會有一個短暫的離膽作用 但長遠來說 由於我剛才說到的字眼就是理順整個地方債務 我都會覺得如果規模這麼大的時候 很難為一下子進行一個撇障 因為如果說一下子進行一個撇障 其實是會引發到金融的風險在回到 尤其是如果看地方債規模來說 其實亦都會說到和我們之前有每月專題 有說到一些理財產品 亦或是內銀的一些新增貸款 那方面都會有一個莫大的關係在回到 那關聯性那麼多的時候 如果你一下子去動那個地方債 或者是進行一些撇障的措施的時候 如果規模過大其實是會有個金融系統性風險在回到 我都會覺得現階段來說 今次的審計消息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會對於一眾的和債務相關比較重 比如說基建或者水泥這些股份 甚至是一些上游資源方面的股份會影響大些 但對於內銀或內險的股份來說 我相信本身的利淡因素 對於股價的拖累來說是非常之短暫 暫時來說需要進一步的一些相關消息出來 例如審計結果究竟出來多少 或是究竟規模是多大 對於內銀的前景來說 我不會因為這個消息過分看 比較淡 好 麻煩你了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節回來是半日總結的環節 就會和Harry總結一下 今天是一個市半日的表現 恆指現在跌126點 至今晚1842點 其指方面跌114點 高水10點 國企指數暫時跌146點 報9611點 成交額非常薄弱 只有209億多 另外內地股市半日市 三大指數都要跌 跌幅1.57%至1.87% 上證綜合指數跌31點 半日報1979點 弘深300指數跌40點 半日報2183點 深圳城指方面跌146點 半日報7696點 今天我們股市穿了2000點的位置 今天最低來說 見過1978點 算是 今天來說 半日收視表現較為低位的水平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一節半日總結環節 再和大家見面